另外第一河川局是投入3亿多的经费 兴建礁溪箱玉田、汶底还有壮为上大福等三座抽水站 预计在5月份会全部完工 将可以减轻礁溪时潮 还有壮为新设低洼地区的淹水问题 为了解决宜兰县低洼地区的淹水问题 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在去年由益淹水地区水患治理计划 编列了3亿多元的经费 新建礁溪箱的玉田、汶底以及壮为箱上大福等三座抽水站 目前上大福抽水站已经在3月17号来报完工 而汶底抽水站预计4月中可发挥抽水功能 玉田抽水站预计4月底可发挥抽水功能 预计在5月全部完成 并也举行竣工典礼 在玉田跟汶底三个抽水站 我们总共三个抽水站在这个地区投下将近3亿 水利署投下将近3亿 那三个通通完工了以后呢 我相信这个地区淹水的问题会减少非常的多啦 比以前的改善非常的多 艺田问题我们预计大概5月底会全部通通竣工 5月底可能我们会提早到5月的10号左右啦 所以信仰尽量再赶 因为那边的那个施工的这个条件 比较差 因为那边都是烂泥巴地嘛 它很低派 所以那边施工比较困难 那上大福这边因为是在省道旁边 所以它材料的运输都比较快 所以各有优点啦 那上到玉田跟汶底完工以后 我们会举办一个联合的这个竣工典礼 郊西撞尾这三座抽水站全部完成之后 将可大幅减轻郊西石草地区 以及撞尾新设地区的淹水之苦 伊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